婚礼 叔叔 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呀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新娘子呢 新娘子在保持神秘呀 那她漂亮吗 她今天就像花仙子一样漂亮 那我可以当新娘子吗 等你长大了自然可以做圣洁幸福的新娘子呀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是2月28日 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认识 所以呢 我上午做了一个短的视频 大概五十分钟 现在我再补充再做一个这个视频 主要是给中国大陆的两会 提出一些反映一些实际情况 我上午说呢就是我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在人生当中这个一生当中做了哪些事情 啊 我生在台湾 三岁 从基隆回到大陆 二八事件的难民 回到大陆 然后在上海 这个 这个 宋庆龄 那个故居 然后 然后 然后跟着父母 去了东北 东北机械局沈阳 然后 参加了东北的建设 我那个时候在幼儿园 六岁的时候我就自己 我父亲就把我自己呢 就送到火车上 就送去唐山 嗯 然后呢我九岁 自己到 跟着姑姑到北京去 跟姑姑 在北京西四区中心小学 记读 当时是那个 试读 试读生 嗯 中学呢是在北京南十三中 读的初中 然后 我放卡丢了 然后流浪接头 然后在困难时间呢 后来我父亲把我接回 四川德阳 就是三线建设基地 在那里我又开始了一个 新的生活 德阳也知道 这个成都这个 平原上 就在属于成都管 然后它是一个道家 还有那个 三国的 三国的 古战场 很多 三国的古迹 所以我对三国的这个 故事啊 楚国的故事啊 诸葛亮的 那个 呃 呃 刺激啊 很崇拜 很欣赏 很 在我印象里面 中学的印象里面 很深刻 其中有一 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就叫 能攻心 则反撤 之交 啊 不审视 则宽言 捷悟 后来 自台 要须知 啊 自俗 要须知 我们现在说 后来 自台 要须知 因为现在 治理台湾呢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于中国啊 啊 就这么大 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 啊 啊 很难说哪一个人的智慧 哪一个党的智慧 就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啊 啊 完全可信的 我们实践证明啊 啊 没有哪一个党是完全正确的 也没有哪一个人是完全正确的 没有哪一个人 永远正确 这个一个党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啊 啊 只有一个理论 只有一个人啊 啊 就把它作为一个上帝 作为一个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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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奉的话 包括 孔子啊 啊 包括 老子的学说 那么这个 如果按照这个一个子板的教堂呢 来去行事的话 这个国家就会走向王党王国的 这个 这个 啊 就会走向王党王国的进步 对于邓小平 对于毛泽东来说 对于其他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习近平 啊 最近的这个 这个 那个 一国两制解放台湾方案 我们都要打 都要有一个质疑的一个态度 因为身在 身在海外 就跳出这个三街外 看到这个 台海两岸在处理这个 这个 两岸关系 和这个 这个 按照联合国宪章 这个来处理的问题 啊 我觉得 中国共产党 并不是 虽然做得很不错 但是 有很多缺陷 有很多 自己 自己设置的现行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 我就长张正正的一个 指出来 这两会 提出来 我现在是在 美国 啊 我也不能够 疫情期间也不能够回去 因为我如果说了些这句话 或者提出这些建议 你认为说到 啊 影响了 那个 影响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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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二 兩會的部署 那 我覺得 你們也可以考慮考慮 因為一個人的這個 這個 一個人的 一個神仙發現的真理呀 真理是要經濟住時間和社會的實踐來考驗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和人物的一個唯一標準 不是說哪一個有權威 哪個權力大 一手就可以遮天 就像毛澤東在1949年後來決定把改了國號 這個現在證明毛澤東的路線 改國號的行動就是錯誤的 至於發動文化大革命 還有蘇里搞一些大躍進 或者幹什麼大躍進 人民公社還有極左的 這個形而上學的 這個叫社會主義路線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擴大 階級都能擴大化 這些都是錯誤的 實踐證明這個 毛澤東的錯誤來講 有在某些領域上 阻礙了中國的一些 特別是解放台灣這個步伐 解放台灣這個步伐的發展 好在1971年 打破了這個世界格局 恢復了中美關係的建交 這個使中國呢 就撥亂了一些航船的航頭 所謂大海航行靠舵手 就指的是 我們 如果只把一個全國的命運 都集中在一個領導人身上 這很容易 很容易 使自己呢 陷入被動的一個局面 應該說 應該這麼說呢 就叫做 六億神舟盡順遙 我說那個什麼呢 這個是讓人民發動起來 毛澤東說的這個 這個那個 那個 把人民起來 監督政府 但是實踐 實踐證明呢 毛澤東沒有執行這句話 雖然 心有餘力不足 而實踐證明呢 他原來在腦子裡邊 還有很多的帝王將相的事情 包括 現在我們黨 仍然還有這樣的一些思想 就一個人說的話 就是 就是 就像孔子呢 就是孔子呢 就是 孔子呢 那些 軍軍前針 復復之子 然後 就這個 主動那個 就是 道口道非常道 道又不能變 反正就是 總而言之 就是 領導說了一句話 就是 千真萬確地真理 就不能變 所以這樣就敵打地束縛了中國人的一個思想 思想方法 一個解放思想就沒有解放 在解放裁判問題上呢 同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辦了一個為殊為善 行而上學 這個是不守成規 將錯就錯 這麼一個錯誤 正而言之就叫做 只有鄧小平的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 能夠解決台灣問題 只有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能夠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江澤民也好 江澤民任期 胡錦濤任期 習近平的任期 這個都叫做其非成事 這個我們說今日之 昨日之事 今日之非也 每一天這個 苟日生 苟日心 日日心 每一天都應該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 總是要重複過去的一個樣子 所以這個叫做 自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這個台灣問題之所以沒有解決 之所以沒有那個 沒有撤中這個靶心 這說明我們黨 在執行這個 或者這個辯證唯物主義論這個 這個技術上 不是辯證的看問題 而是一個淺化的看問題 共化的 這個說得好啊 這個 昨日 昨日是 而今日非 今日非 而後日又是 次語 這個 這個是習近平的語錄吧 習近平這麼說過 所以說 隨著記憶 這個 無日心者必日退 就是一個人呢 他不圖革新 不圖創新 他必然後退 你堅持這麼 一國兩制 只有一國兩制 能夠解決 譚文明 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必然自己 把自己 落入了一個 一國兩制的陷阱 一國兩制的陷阱就是什麼呢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能夠代表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 而沒有中華民國 能夠代表中國 這句話聽起來 好像是我們今天聽起來好像對 對的 其實是錯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邏輯 邏輯是錯誤的 這個是可以證偉的 中國這個是一個 歷史的一個統稱 中華民國 在中 中國在聯合國註冊的一個 名稱叫什麼 叫中華民國 這個1945年 中國共和黨的 這個 最高代表 全權代表 叫董碧武 參加了這個 聯合國憲章簽字大會 這個 聯合國的 這個 成立的整個過程 真實的東西 事實上的東西 就 我們一定要還原歷史 還原真實的東西 就1945年 羅斯福這個 這個 這個構想了 這個 一個新的社會秩序 這個就叫做 聯合國 這個一個組織 聯合國這個組織呢 從一個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憲章 是這個 這個 五個 五個安理會的成員國 並且當時有五六十個國家參加 現在是一百多到將近兩百塊 兩百塊 兩百塊 聯合國也在不斷地前進 但是呢 聯合國也有很多 也會有出現錯誤 但是聯合國憲章呢 基本上來講是穩定的 因為這個秩序啊 聯合國的秩序呢 基本上是在維持 聯合國憲章 和宗旨的原則 這是我們 我們要遵守 盡量遵守的 如果它符合事實的話呢 我們能夠建立 大家以後沒有規矩 就不成方言 大家按照規矩辦事呢 事情就好說一點 你不能說今天俄羅斯 侵犯穆克蘭 這是不守規矩 他有他的一套講法 他說 因為他受到北約的威脅 怎麼會產生北約的威脅呢 這包括美國軍事的擴張 在這個 對這個 這個 俄羅斯 啊 它成為一種 軍事上的 遏制和包圍 但這個實際黨來講 博弈嘛 就囚徒困境 在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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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國有這種 遏制 遏制中國 遏制俄羅斯 這個已經是 不是一天兩天 而是戰後來執行 執行這個政策的 就是現在的 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 都在執行這種 就是遏制 圍堵 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本身來講 是不是真正就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就能夠維護住和世界和平 這個我們 國往言之 國往今生 我們今天來講的 不是 是 啊 啊 評判 俄羅斯 和烏克蘭之間的矛盾 啊 也不是評判 啊 美國和中國的矛盾 而是 兩會要解決一個 國家主席 國家主席 叫辭職 你到底要不要 你到底能不能夠解決裁判問題 你到底用什麼方法來解決裁判問題 我是一個 就是 衛兵衛敢 忘憂無國 就是 就是 這個東西 就按照法學來講 按照法律來講 這個 國際法也好 我 人民選舉你做國家主席 這位黨的 中國共產黨的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中 那 那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一個重要的目的 就是 法定 這個給你制定的 法律給你 規定了你的一個職權 你的辭職 你的責任 你的責任就是要解放台灣 那麼 按照憲法來說 就是要實現國家主席 國家必須統一 你完成了沒有 你沒有完成 那就說明你沒有能力完成 它就說明你 你做了 而沒有能力完成的 這個是 就是 你雖然有這個責任 有這個心去做了 但是你的能力不夠 那麼 那麼 就要 如果說 如果說你能力不夠的話 那麼就應該考慮 按照 按照這個 民主和 共和的原則 就是 就是 要 要 要進行一個 接班式 重新 兩年 兩屆以後 你看看你 自羅的事 你實踐證明 你沒有解決台灣問題 你沒有解決台灣問題 那麼你就 你就換一個人來試一次 這就叫做 你要相信黨和相信人民嘛 相信這個制度 相信聯合國這個制度 它一定能夠按照這個 規律走 而不是要只相信自己 過分的相信自己 就使自己走到了 人民的對立面 你怎麼知道 那個 只有一國兩制 能夠解決台灣問題 因為 台灣人民不接受 聯合國也沒有接受 這個就是鄧小平說的 我們的政策決定兩萬 一國兩制核心問題 決定民主 是這個政策 對不對 能不能夠得到 台灣人民的擁護 如果不對 就可能變 如果脫離實際 人民不接受 就要實時求是地改 這是兩重性 抓住基因 推進改革 少說空話 不要去搞那一言堂 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參見 這個話呢 這是鄧小平說的 但是我 現在我們變了味兒 現在 一國兩制 不是 台灣人民不擁護 這是已經肯定的 但是它不擁護 不一定就是正確的 這不擁護 但是我們也沒有找到一個 真正的正確的東西 台灣人民說明 說了 例如一個標準 就台灣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又沒有解釋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到底是什麼東西 問問 是什麼東西 好 那麼今天我就來解釋 為什麼 一國兩制不能解決台灣問題 為什麼 一國兩制要完善的 更上一層樓 為什麼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來講 不助軍啊 還有不收稅啊 還有其他東西 為什麼說鄧小平犯了一個 農夫與蛇的這個錯誤 包括江澤民 那個 胡錦濤 習近平 都是扮演一個農夫與蛇的這個 這個角色 所以說沒有完成這個 這個 農夫與蛇 沒有 在這個 在戰爭 在現在處於 那個戰爭 這個狀態情況下 沒有解決台灣問題 也就是說 到2022年 2月28日 沒有到現在 到今天為止 就是兩會的之前 到今天 中國共產黨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還至今還沒有認識到 台灣問題的 客觀 客觀規律 為什麼說真的 因為這個真理啊 真理是 實際上只有一個真理 中華民國就是 就是現在的 中國的國號 國民 這個就是真理 可是中國共產黨 不承認這個 不承認這個真理 但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八二憲法當中 有一條 1911年 孫中山領導的 辛亥革命 推翻了 滿清這個 這個地質 建立了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承認 中華民國的存在 承認中華 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 但是呢 又承認它 我把這個聲音啊 扣一扣 扣出來 然後 這個 中華民國 這個客觀的事物 這個客觀存在的 一個 國憲法的一個 有國憲法地位的 這個 在國憲法地位上 它是存在著一個 在聯合國憲章上 至今 23條憲 寫著這個聯合國 寫在聯合國的憲章上 寫在聯合國的憲章上 台灣人呢 台灣 台灣人 現在只剩下台灣人說 我是中華民國台灣人 台灣人 或者是中華民國人 這個呢 並不錯 你說它 硬要把它說成一個錯誤的話 或者說你一國兩制 你就是說一國兩制 這個 這個不準確 這個 這個錯誤是什麼呢 錯誤就是 我們的認識 這個 辯證唯無法的這個 認識論啊 沒有到位 你沒有看到這個東西的本質 你還在盲人摸相 還在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以這個局部啊 代替全局 這個 這個就是 否定了 就是 我們不該否定的一切 我們否定了一切 中華民國的全部否定 這個 國號的名字是什麼 你否定一切的結果 你是否定了自己 你也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全體的人民 這就是一個辯證的關係 你 你搞那個一言堂 現在不允許討論這個 中華民國和這個 國家政策 這個這個 國家政策的問題 這本身就是一個 啊 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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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維新主義 所以說呢 啊 不能說啊 我們現在取得了經濟上的成績 或者政策上的一個穩定 就認為我們黨 就掩蓋了其他的 其他的缺點和錯誤 包括我們認識上的錯誤 劉兆提說到 在那個 在那個 他那個 宋亮孟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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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初期說到 我們黨 在組織能力 在介紹能力 啊 在戰爭問題上 犧牲精神都是好的 但是我們在理論上 認識的問題上 是存在著很大的缺點和盲區 啊 那麼 實踐論告訴我們 實踐是解決真理的唯一標準 你拿理論啊 我們說 只有理論啊 沒有理論 當然不能指導實踐 你光用理論 而不能夠根據實踐來 判斷這個 這個 判斷這個理論的真偉 那麼我們就陷入了一個 形而上學的 維新的理論 啊 我們就反馬克思主義 反 反那個 變種維護法 反科學的 所以說 我們那個 在這個 我在 我在是 1995年給 毛澤東寫信 提出來的 五點 建議 就包括解放階級路線 解放生產關係 解放生產力 還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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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科技技術 這個施工教育 第五個 是解放裁判問題 必須要有 經濟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是 老實話 同手無欺 26歲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年輕工人 八年的紅棋手 啊 對毛澤東提出這個話 然後 四人幫他下來調查我 最後來講 給我扣上一個神經 戴上一個神經病的帽子 我算逃過了一劫 這個就是 我大難不死呢 才有今天 啊 對台灣問題 這麼一個死命感 責任感 啊 同時有這麼一個追究感 但是現在 還沒有解決 啊 真正的 最大的 我們現在有三座大山 一個 是 在台灣的 這個 獨台分子和 台獨分子 搞國家分裂 這是一座大山 第二座大山 叫日本 美 日 台灣關係就是 中日戰爭的延續 這個 這個 中美之間的這個 冷戰的矛盾的延續 台灣問題就是 實際上就是 還有一個 第二座大山 就是日本和美國 美日同盟 啊 聯手 來 遏制中國 這個 利用台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棋子 這個槓桿 這個石頭 啊 來挑動這個 中國這個這個 這個 國家主持的統一性 滿整性 第三座大山 就是我們 中國人民內部 中國人的自己圖上的這個大山 要 形而上學 還有 就是 儒家思想 軍軍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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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一言堂 就是造神 這個問題我們今天提到來了 在海外就 公往言之吧 就是說 啊你我沒有任何的野心 但是我認為這種 這種造神的 阻礙了科學的進步 阻礙了創新 阻礙了政策的創新 阻礙了解放台灣的事業的完成 正是因為 一國兩制 啊 耽誤了 中國 解放台灣的 國家統一的 進程 並不是說 啊 你制定的一個 一國兩制 按照你這個非教 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 才能解決台灣問題 沒有那個鄧小平 這個一國兩制 就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啊 台灣統一問題 這個 1971年 聯合國憲章 聯合國大會 通過了2758決議 已經就是給中國共產黨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指明了一條 解放台灣 落實一個 國家主權統一的一個 光明大道 康莊大道 但是中國共產黨 沒有正確的理解 沒有完全的 準確的理解這個概念 我們往往說 要完整的 準確的理解 毛澤東思想 但是你首先 你要完整的 準確的理解 國際法 國際法 聯合國的憲章 和聯合國大會 決議這個中止 聯合國大會的 憲章 聯合國大會的決議 實際上 啊 是幾大 我在一直理 一直就在 承諾這個問題 聯合國大會 26年會議 大會 通過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這句話 這是第一句話 短短幾個字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是什麼 中國的國名 就叫做 中華民國 你說 我們現在 而且 我們現在解釋 中國 中國政府 中國人民共和政府 和13億人的解釋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政府 就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 好像是 中國是一個國號 那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 中華民國也是個國 No 你註冊的 不是 在聯合國憲章上註冊的是 中華民國 而不是中國兩個字 所以說 喬冠華在這個 制定 在27582決議通過以後 中國代表團 名稱的時候 寫的是中國 但中國不是一個國名 中國是 中國這個代表 它這個 中國是一個 一個代表 一個地域的概念 但是來講 是一個 不是註冊的一個名稱 就像這個公司 在工商區裡註冊 它的一個字 一個英文字 一個的 一個概念 都是一個符號 你說這個是 華為 華為不是這個 你說華為代表華為 但是華為註冊的名稱 什麼叫華為什麼科技 大概一大堆 一堂的 這個就是它的註冊的本名 公司名 華為是它一個號 一個打出一個號 是 就像人那個 叫大海 就像我這個號 是大海 這個不是一個 這是兩個 兩個說的一回事 但是你註冊的名稱 你不等於 你現在 現在你通過2758決議 那個中華民國就 中華民國就滅亡了 就廢除了 就不合法了 這恰恰是我們 習近平上學 搞的這個 這個正名學啊 名不正言不順了 那中華民國就 名不正言不順了 那麼中華人民共國 就名正言順了 這個話 是錯誤的 之所以是錯誤的 我們還把這個 錯誤的東西 當成是真 當成是真理 當成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就像維吾變成法 好像科學發展觀一樣 不是科 這個不是科學的 第一個 這個名稱 你要改變它 這法律的定位 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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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要有事實 事實上 你把它 中華民國消滅了 第二個 它不存在了 第二個 你要符合法律程序 第三個 你要拿出證據來 第四個 你要拿出人民主權 全體人民通過這個主權的決議 決議來 第五個 要在實踐當中 按照這個 按照這個實踐當 實行的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中華民國 確實不存在了 存在了 存在歷史了 這五個條件 一個確切不可 這叫做 可以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可以正偉的 可以證明它是假的 那怎麼說 你說這個中華人民 我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來講 你怎麼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可以假的呢 這個話 是這麼說的 在國民上來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是中華民國的現任政府 它是一個國號 是大陸的大陸的政府 台灣是不是政府 台灣不是蓋了門 台灣不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 台灣當地叫做 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 它的定位 因為它是地域 它的地域 所以台灣這個地方是 中華民國在固有領土 它在台灣這個地方上 代表中華民國 但它不是代表中華民國的主權 它是代表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省這個地域 這個地域 這個地域 誰能代表 聯合國憲章 告訴全世界人民 中華民國就是代表中國的 唯一的 合法的國民 中華人民公共國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 這個國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 就是承認你是中央人民政府 但是 你沒有去實行 到台灣 代表台灣這個 台灣這個領土 領空領海 這是你沒有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 你法律上 法律上授予你這個權利了 你不去執行它 第一 說明你 軍隊 人民解放軍 他不能夠去解放 完成這個解放台灣的任務 第二 說明你中國 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 這法律上 就說你中華人民共和政府 你是個主體 法人嘛 你法人沒有行使法人的權利 你沒有法人 沒有行使法人的實力 應該這麼說 實際力量 你這些 你在這說 那是虛的 就像 就像你那個 那個台商 跑到那個呢 跑到大陸來 拿一張破紙 拿了證書 就說這個 這個是個什麼塔園 這是個什麼 樓號 就拿來騙錢 收關老百姓的錢 而法院 我們的法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 惠陽市中級法院 和惠州市 那個 那個 這個區級法院 就說這個已經 合同 這個證書是真的 這個可以執行的 完全是顛倒黑白 信口呈黃 這個就是 坑蒙拐騙 我們的政府在這坑蒙拐騙 這個就是 將來要 這樣子下去 就會自欺其人 就會騙老百姓 就會亡黨亡國的 所以說 我們這個兩會 要解決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 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這個 是反正說了嗎 中華 1911年 孫山領導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 滿清皇朝 封建制皇朝 建立創立了 這個中華民國 這就是一個創立 中華民國 它是一個共和國的形式 但是它的 反帝反封建的 歷史任務沒有完成 一國兩制 就製造 再封建勢力 再製造這個封建格局 對 帝國主義 破壞 這個 按照 這個 聯合國憲章的規律 它就是在 不 帝國主義 我們反帝反封建 兩個任務 都沒有去完成 沒有完成 這 就說明了沒有崛起 中國沒有崛起 中國人還沒有站起來 我們曾經說 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 站起來了 你要解放台灣了 你把這個主權力要行使過來 你要過海駐軍 鄭小平說 我不過海駐軍了 你猜 這個只有給台灣這個獨立 就製造了陷阱嗎 你會來政策 你又給咱人 那個 姑息養姦 你又把蛇弄到心口上來談 那個 你就是農夫和蛇的關係嗎 你會來政策 國台辦 就是幹了這個農夫與蛇的事情嗎 兩岸一家親 你就是把自己 那些坑蒙拐煉的事情 你都不看 沒有去揭露 你把自己 你放棄武功嗎 這個 這個就是鬥爭 我們說穿了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的融合發展 到現在為止 還在談 兩岸先談 先談 先談那個商業 商業的恢復商業常態 給那個 給那個 給台灣這個優惠 那個優惠 學生這個 那個 這個那個 都是 捨 老百姓 拿老百姓的錢 拿老百姓這個實力 來換取 對台灣人的 這個 賄賂 或者叫做賄賂 或者叫做 或者叫做收滿 或者叫隨進 或者叫做變相的投降 或者是軟化 或者做 我做那個耐心的收復工作 我在做這個 做心理工心工作 這個工心工作的 真正的本質 你是想把它拉攏過來 然後才輕輕鬆的轉化 但是首先你要依法治活 你要有法治作為一個概念 你的法治立場很清楚 至少來講普京來講 比習近平清楚 我不認為習近平這種 其實是喪失了聯合國建章的一個原則 給你的權力你沒有去完成 並不 你這種妥協 你這種軟弱 你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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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 回避矛盾 結果換來的是 什麼呢 農夫與蛇的關係 你換來的並不是同情 並不是 矛盾的 轉化 這樣 你讓蔡英文來轉化 國家統一 你還抱著持心妄想 他們能夠回心轉意 這就是你農夫 我說 國產辦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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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 這個就是對臺工作的一個 一個誤區 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 這個陷阱 就是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還有這個 這個職責能力的自信 這個都是給自己挑標 貼標 貼標圈的 你老百姓看世界 你現在這麼多年 40年沒有解決台灣問題 一國兩制40年 1982年到2022年 40年 30年 30年核東 30年核西 我們40年沒有解決問題 這個能說我們就正確 就 政策就那麼正確嗎 能說我們制定者 我們現在的持信者 我們現在的後來者 就居上了嗎 我覺得 首先客觀的說 事實證明 你沒有完成台灣主義 你一國兩制沒有解決 國家統一這麼緊 你說 我國家必定統一 國家一定統一 100年要統一 1000年要統一 這個是廢話 空談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我們說這個 這個 不管在中國人民內部 人民內部來講 還是兩岸來講 還是世界上來講 我們這種事情來講 大話說的太多了 把自己包裝得太美好 實際上來講 這個問題 我們做的 這個手段 我們說要有原則性 一個中國的原則性 是什麼呢 一個中國的原則性 就是按照聯合國的規章制度 建造 中國就叫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國就是代表中華人民共 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你既然是唯一的 那你為什麼不 人民解放就不過海駐軍團 你為什麼要化海而治 搞成封建制呢 這一塊地 那一塊地 這不是小農經濟的 一個擴大嗎 封建王朝嗎 封建帝王制度嗎 你知道自己錯了 而大家全都看到了 你就錯了 你又不改 又講這個 維護核心的領導的團結 這個 我們講的 這個有點說不過 說不過 自己把自己自封為神 當然 我相信肯定還有 大家很多人 看到你的成績 把你 把你吹捧得上 這種歌功頌德的事情 誰都會做呀 當你有了權力的時候 那麼誰都會做歌功頌德呀 可是時間對於我們來說 對時間來說 這是客觀的標誌 它就是要講你 你在規定的兩年時間內 你能不能完成國家的統一 你的部署給你了八年時間 甚至給了你十六年時間 你沒有完成國家統一 你還要繼續連任 你給我們前天調查美國的總統制 就是華盛頓 當然兩件 極六勇頓 為什麼毛澤東寫信要學習 是美國的民主和法治精神 但是他自己沒有做好 從毛澤東帶頭 就放了一個斯大林主義 就沒有到頭來 兩年就下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前 說不當國家主席到處說過 他讓劉少奇來當國家主席 因為他說 台灣國家沒有統一 所以不是國家主席 那麼現在來講 涉及國家主席 你不能夠 就是希望你能夠按照2758號決議 按照聯合國憲章來解決台灣問題 解放台灣問題 你說和平解放也好 你政治解放也好 武一解放也好 你要負責行動 你強軍也好 擴軍也好 那個撥款那個 那個什麼聯合 這個合同聯合也好 台灣問題 無動於衷嘛 關鍵在哪裡 有內因有外因 我現在內因我管不了了 我作為大臺 我是個台灣人 對吧 我走出來 我現在就到美國來 我就做美國人民的工作 我就做美國共和黨的工作 做美國民主黨的工作 我就跟他們的主席 拜登在談 解放台灣這個 解放台灣這個規章制度 就是按照規矩辦事 你阿拉斯加會議 你布林肯不是說 按照規章 憲章的規章制度來辦事嗎 對 我就按照聯合國憲章 跟你拜登 跟你拜登政府來講 一個中國和台灣關係法的問題 我來講 我是一個 未必 我雖然在美國來講 連公民都不是 我是一個地下公民 我是拿著這個中國這個綠卡 這個中國的護照 但是我這個中國護照是 中國人民共和國台灣生人 這一個護照 在我的護照上寫的 是 中國人民共和國台灣生人 但是真正的意思實際上是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Republic of China 前面加了一個 Pboss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還是中華民國 中國的裁判性人 正是因為有這個護照 所以我是 還是中國公民 現在呢 因為 2010年 奧巴馬總統 米歇爾奧巴馬 第一夫人 給我 發了一個 電子油線 提名我為總統的公民 因為美國有一個 美國總統有一個權力 叫做 授予這個 外國的 在外 在美國的 外國的 對美國 外國人 對美國有貢獻的 授予它一個稱號 叫做總統的公民 我受到了 我受到了 奧巴馬這個提名 叫總統的公民 這個我今年在2月28日 我跟全體中國人民也說一說 是吧 我在2月 這個是有根有據 有證據 有電子郵件 有時代背景 有具體內容 有事實 有證據 但是法律程序 我不是美國送的 因為我沒有拿到美國 我沒有正式 給我頒發這個證書 只是這封信 就有這個意思 但民主黨呢 有時候呢 他是講的這個 講到了 但是實踐當中沒有做到 有虛有實 實的東西 所以就是我的建議 奧巴馬和米歇爾採納了 就十萬強計劃 我提出一個新美國人的計劃 包括現在 谷艾林 成為這個 拿著綠卡的 拿著綠卡的 那個 雙國籍吧 那我也是算是 現在來講 在美國來講 也算是雙國籍 但我這個國籍 因為你 中國你不能 不能追究我 因為什麼 我沒有 參加 這個宣誓 沒有宣誓成為 美國公民 我還是拿著綠卡 綠卡 不等於美國公民 那麼 奧巴馬給我 提名為 美國 美國總統的公民 但是 他沒有完成這個 沒有完成這個程序 所以不能完全 我是半個美國人 半個美國的公民 我還沒有走完這個程序 在沒有我走完程序之前 你不能取消我的 中國國籍 我的中國國籍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籍 所以這個道理 這個就是邏輯 邏輯性 大家知道嗎 必然條件和 充分條件 我沒有去 不具備充分條件 就是說 我要充分 美國公民的話 我必須有美國的身份證 美國的經過美國的法律程序 我成為美國公民 我沒有經過這個完全程序 我只是提名 提名不是事實 但是提名也是我的一個榮耀 提名也是我一個 我告訴你一個 打個招呼 我常常正正跟你 給中國人民打招呼 我是美國總統 提名的總統的公民 我不是美麗天和文國的 經過宣誓 正式成為有選舉權的合法公民 我沒有選舉權 雖然現在很多 給我了很多郵件 讓我這個選舉表現 讓我這個選舉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沒有選舉 我有說話的權力 在美國給提這個建議 比如說 不要支持台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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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拜登 因為拜登你說了 這個 只有在自由呼吸的地方 可以有 才能 產生創新 可以挑戰你的政府 挑戰你的權利 我現在到了美國 我就挑戰美國政府 挑戰 那個 拜登總統 你既然跟我說這麼的話 你在那個大使館 對著那麼多 記者 在媒體 這麼在說 挑戰你的政府 我今天來美國 我就挑戰你這個 你這個 中國的政策 挑戰你的 台灣關係法 ACG 挑戰 你的太平洋政策 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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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 這個 這個 因為你是 民主黨的 選擇總統 所以我挑戰美國總統來講 總統是 按照美國這個規矩 總統是不可靠的 正是因為我怕你犯錯誤 所以我在 給你提出來 我的一些觀點 我的一些分析 我的一些 提出 補導你這個 命題 證明你的 說的話 是假的 第一個 台灣 不是一個 主門獨立的國家 台灣是 不是一個 台灣 不是一個政府 不是一個 government government of China 這是美國 歷代政府 國務院 已經批判了 把那個馬 那個那個那個 下工權都 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然後 陳俊編又搞一個 麻煩製造者 這都是因為他們 製造的這些 幹人們 把 把自己打扮 僑張打扮成一個 政府 把他們 打扮成一個 國家 打扮成中華民國的 一個化身 他哪是 中華民國的 一個魂呢 那個 那個殼都沒有了 中華民國那個 憲法 還有修憲 這個殼都沒有了 所以說 抓死胡臉了 把自己 自己幹的一些醜事 把他貼在臉上 還把他 還以為 還以為是 又想當婊子 又想立牌坊 這種事 這種這個 醜惡的勾當 美國就是 總統是 爭議之家 屁之家 所以說我們說 你怎麼樣的 伊利夫人 你怎麼美國 作為美國一個超級大國 你怎麼去說服別人 你怎麼能用自己的行動 證明你是按照 聯合國憲章 來辦事 按照聯合國憲章 來處理台灣問題的 這個首先要解決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 台灣也可能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這是完全可能的吧 因為 烏克蘭呢 因為中國 中國你不按照聯合國憲章 憲章辦事 不按照聯合國憲章辦事 修復台灣 這就說明你的國家主席無能 理論上 理論上你就沒有 沒有完成這個國家 人民給你這個 賦予你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還有中國共產黨 給你這個任務 人民代表大會給你的任務 你叫失職 或者叫做不作為 這種農夫 農夫與舌路關係 你自己叫做 就是說明你的自己 沒有認識到這個關係 把那個概念不清楚 還把這個 叫做什麼呢 還把這個 認敵為友 還是兩岸一家親 過去來講 就叫做 就叫做什麼呢 失去原則 失去立場 你作為國家主席 你這樣子就搞 台灣怎麼能解放 當然老百姓說 你解不解放台灣 更好沒有關係 但是你作為國家主席 所以說你國家主席 國家主席也是不可靠的 按照美國的說法 總統是不可靠 那麼我們今天講 中央人民共和國家主席 你沒有完成任務 說明你的能力是不可靠的 我今天講的實在是太尖銳 因為我講的目的就是要給你一個機會 你要我在二十大之前 你要完成解放台灣的任務 你不完成任務 你真的是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現在在 包括你對不起 你對不起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 你也對不起十四億中國人民 所以你更對不起八千萬中國共產黨黨員 這就是作為你黨主席 作為國家主席 作為軍委主席 你必須完成的事情 你必定要完成的事情 就像我們解放台灣的目的 你一定要達到 而且一定能夠達到 你達到了之後 你才可以像羅斯普說 因為戰爭勝利了 我才可以連任這個二十大的黨女士 你在二十大之前 也就是在七八月份之前 你不能解決台灣問題 那你對不起 你沒有這個 你收服不了全黨 八千萬黨員 你也全部收服不了十四億中國人民 你既然 雖然你利用這個權力來收服 但是 有一句 歷史 你對於歷史人在歷史人面前 在哪幾個 在這個鄧小平面前 在這個全世界人民面前 你是一個不稱職的國家主席 你沒有按照聯合國憲章 這個 這個 規定 承認自己的錯誤 就承認你自己的任務 認識是 誤區 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國 就是中華民國 這麼一個誤區 你不履行 聯合國大會 給授予你中華人民共國 代表中華民國 全中華民國的主權 這個 唯一合法政府 你不去報到台灣去 點道 去派兵 去駐軍 不在台灣行使中華人民共國國 代表中華民國的主權 這就說明你的實質 不作為 說明你 在這一屆 你完不成這個任務 你就不稱之 做二十大的 國家 國家 黨的主席 和連任下去 這就浪費 時間就是金錢 浪費 這個 人民對你的信任 的程度 這個不需要打仗 這就是公信 這就是理論 這就是我們講信領 這就是法律 為什麼 我在美國這個企業裡 這個最大的 企體公司裡 做辦公室的主權 就是我們要按照 成績來辦事 是按照成績來辦事 是按照法律來辦事 你不能完成這個 你就視職 視職你要請辭 對不起 把這個位置讓回來 讓有能力 有能力完成這個事情來做